好再看到光复香的防疫措施了 除了全境的大消毒之外 现在也提供了漂白水给住户自家清毒清洁之外 那么乡长林清水就说了 由各村的村长来负责领取 让有需要的村民可以自行的向村长来取用 一起来做好自家的防疫消毒工作 花莲疫情升温光复香公所更是绷紧神经 除了全境大消毒 另外现在也提供了漂白水给住户自家环境清洁消毒之用 我们现在目前的漂白是我们环保局给我们的 然后我们也经过应该四五天的前面消毒之后 还有一些还有库存 如果我们各村长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会免费提供给各村长回家使用 因为最近村长都很热心 为了地方的这些疫情关系 都很热心来帮忙自动自发来喷 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 不过我们再想办法一定跟我们的到 不过由于漂白水为吸食药剂 因此湘工所清洁队长也特别叮咛 乡亲住户正确的吸食使用方法 让大家更轻松快速的清洁 达到环境消毒的成效 你那个漂白水 这漂白水的成分是5%的次氯酸钠 那拿回家之后呢 基本上比例就是1比50的比例 那这样一瓶的话大概是600cc 家里要使用的话就是100cc的漂白水 加上5公升的自来水 这样用这样的比例下去调 然后看是用喷雾或者是喷雾气 或者是用抹布或者是用拖把 把去下环境这样稍微喷洒一下 或者整理一下这样就可以 为了避免民众防疫期间外出 乡长林清水经营部表示 将由各村村长负责前来 光复垃圾厂清洁队所领取代回 提供有需要的村民 可以自行向村长索取使用 乡公所组外住户组内 一起做好防疫消毒的工作 杜绝病毒病菌滋生传染的机会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